大家早 在昨天封面帶的往南移動 從北到南都有震雨 尤其在南台灣地區 因為地形作用產生的對流雲層 發展比較明顯 所以呢 在嘉義 台南 高雄到屏東 局部的沿海部分的雨的部分來說 比較明顯 還是要提醒大家注意 水溝趕快疏通啊 尤其呢 在中南部許多的低洼地區 如果水溝不通 加上低是低洼 雨下下來瞬間偏大 就容易造成積水或淹水的狀況囉 那我們就來看看 現在這個時候最新的色調強化的雲圖了 從雲圖上可以看到 水氣的位置已經逐漸的到達了巴士海峽 在南海的位置 最重要就是因為北方的高壓下來 帶進來涼涼的冷空氣 所以北部的朋友就會發現到 清晨的溫度真的變涼了 昨天的溫度二十六度 今天清晨溫度只有二十三 沿海部分剩下二十二度 最重要就是因為北方高壓 帶進來東北風了 而整個颱風系統來說呢 穩定的朝著東北的方向離去 水氣的發展來說呢 隨著它到高緯度以後 大概到琉球群島東邊之後 就跟整個封面帶會差不多結合上 之後呢就強度持續的減弱 因為越高緯度地區的海溫的部分 越不利於它的發展 那我們再來就看一下彩色雲圖了 從彩色雲圖上面 我們先來注意到在昨天 可以看到雲系的發展 隨著封面帶逐漸的往南的移動過程當中 從北到南都有局部的震雨或雷雨 尤其在昨天的時候呢 在南部地區在中午之前的時候 局部的雷震雨還明顯 因為最重要地形的抬升作用 江雨狀況主要都落在沿海部分 但你可以注意到昨天下午 整個封面往南移動了 現在水氣的發展 最主要就是在巴士海峽 還有南海的位置 颱風系統呢 正穩定的朝著一個偏東北的方向走 台灣上空最重要北方高壓下來 開始帶進來涼涼的空氣 而這樣的天氣形態來說呢 到了今天晚上冷空氣的強度會減弱 因為高壓要冬移了 封面前半段要走了 那明天呢 風場漸漸的要變成偏南風上來 所以從北到南 到了禮拜四的時候 都是中午溫度高 會有三八喉的天氣喔 那下一波封面要禮拜五的時候才接近 接著我們來看什麼 看一下它的路徑前市 從颱風路徑前市上面可以看到 現在目前的位置 已經到達我們台灣的東方海面 穩定的朝著東北的方向走 所以距離我們是越來越遠了 而且對我們沒有影響 接著就來看到今天晚上的地面天氣圖 今晚地面圖可以看到 封面帶往南移動 北方的高壓系統 東移當中帶進來涼涼的空氣 所以今天的早跟晚的時候 北部地區的溫度就是偏涼 尤其今晚的溫度甚至會在二十二度 感覺起來更涼 而颱風系統未來整個加速往東北走之後 我們的天氣狀況來說 要等到下一波 禮拜五另外一道封面 再度接近的時候降雨狀況 才會在週休假期明顯 但到了下週一下週二的時候 另外一個高壓又下來 相對的溫度狀況 有可能在下週一到下週二 六月三號四號的時候 低溫部分在北部地區 就只有二十度的低溫 但很可惜的是 美雨封面都沒有停在台灣上空 來看溫度了 先注意到早晚溫度涼 北部二十三 白天溫度二十八 多雲時期 中部地區有零星的短暫雨 雨量偏少 山區多一點 南部地區偶爾有點降雨的狀況 中午以後會發展 東半部地區 只有在淫封面的東北角有點雨 花蓮台東早晚雨 而在外島地區來說 都轉為一個多雲時勤到晴朗的天氣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重要就在於說 雨區行車還是要提醒大家 注意安全 還有一個山區有農物能見度差 山區活動的朋友要小心